记者王轩请新北报道,29岁的林姓男子昨日驾车载住29岁的潘姓男子行经新北市新庄,并将车辆违规并排在丰年街,丰一向口,巡逻远景经过上前盘查,不料林南竟加速逃逸,直冲上新海桥往板桥方向逃逸,在下桥处还企图冲撞远景,远景见状朝车轮射击三枪,林南持续逃逸, 直到板桥和新路四段时,车辆爆胎,卡在分隔岛才停下,警方当场将林,派两人逮捕,带回侦逊 警方调查,林,派两人都有毒品前科,昨日晚间八时许,两人将车违规并排在路边,且未开大灯,引起巡逻远景注意,林南见景上前盘查,竟加速逃逸, 一路冲上新海桥往板桥方向,到下桥处停等红灯时被尾部远景包围,鹤令下车 警方表示,林南见遭景包围,非但不愿下车配合,更加速企图冲撞远景,造成远景左脚踝挫伤,三辆景用机车损,也波及到二名民众脚步擦伤,远景赶紧开三枪射破车轮, 而巨检逃逸的林南直到板桥环河西路,大汉接口时,车轮爆台,叫车失控卡上分隔岛,远景见状上前将两人逮捕,林南被逮后向警方攻称, 因为盘南以为自己遭到通缉,担心被警方逮捕,才加速逃逸,警方殉后一公共危险,防害公务等罪嫌将两人送弹。 感谢观看